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到了2023年了 很快的我们就要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太阳极星高照 感觉到温暖的阳光就要来了 今年是暖冬没有感觉到冷 所以我们在2022年 在下半年的最后这两个月 有感受到冷吗?没有 所以我们感觉到天气变好了 所以大家心情也变愉快了 好 那在这最后两个月当中 大家都会在努力工作事业充斥 好 所以我们再来先谈一下 2023年鬼保年的上半年 到底哪几个生肖 旺翻天生肖会大旺 好 那这旺翻天以外 还有哪几个生肖特别小心 大家都知道 其实有三个生肖要特别小心 第一个生肖就是鼠兔的是太岁 但太岁不一定都不好 正冲着鼠鸡的 鼠鸡的是转运年 好 等一下一一来跟大家做解说 好 今年2023年最旺的生肖 来 最旺的生肖是老鼠 老鼠呢 为什么呢 因为财心落在老鼠的位置 有露存心的加持 一切脾极态来 是不是很爽翻天 对 你应该会非常高兴 而且高兴到何不拢嘴 第一个呢 不管在工作时长 在事业上 人际关系上 桃花上 健康上 一切都变好了 你去年应该有点衰 有点不好 为什么 因为合到太岁正冲的猴子 让你受到很多的拖累 但是2023年的上半年 你看看 从此以后 翻云 这个拨云见日 把云都拨开来了 而且可以一翻上云天 所以在老鼠上面来讲 第一个 事业运会大旺 当然在任何的一方面 都会越来越好 财运旺翻天 但是也要特别小心 因为你还是有偏充 所谓的偏充就是说 财来很快 钱也会出去 但是我不知道你要花到哪里去 所以要特别谨慎 并不是财来都快就不会花掉 而是要特别的谨慎 跟小心的花钱 所以不要乱投机跟乱投资 答应很多老板说 我2023年我可以开疆辟图 或者我要到异地发展 或者我要再开连锁店 都可以 但问题是你必须要谨慎 慢慢来好不好 这是老鼠给你的中雇 因为有偏充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三合属龙的 你也憋很久了 去年的事业工 真的憋很久了 你也憋的大概最起码 憋了七八个月吧 2022年你最少憋到农历八运 你才开始转运 那个在农历七月之前 你简直就是 气都快传不过来 对不对 怎么样做都好像不太对劲 不管在工作上 在事业上面 或者在人际关系上面 你如果有做一个改弦大议策的话 握心尝胆的话 你应该在今年整个会脾极泰来 好 除了脾极泰来还有什么呢 这个呢 飞龙在天 开心吗 也不会在龙困浅滩了 龙困浅滩是什么意思 就是像那个病厌厌的一条龙 就在简单里面 动也动弹不得那种感觉 你今年不会的 我觉得呢 不管你如何的话呢 在今年来讲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兴旺的一年 而且不只兴旺而已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年 所以呢 应该说 在今年要乘胜追及 你的财运就会更旺 而且呢 你本来就是戴财库的人 本来就戴财库 所以呢 如果说你有新的项目要发表啦 或者你有一些新的合作伙伴啦 那钱要稍微谨慎一点的 打安全牌的话 我相信呢 你在今年也不要乱投资 跟乱投机的话呢 因为呢 这个呢 Cordinating还没有完全结束嘛 所以呢 虽然可以千除飞来飞去了 但是还是有些国家是不能动的 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 那希望鼠龙的朋友呢 在2023年的上半年呢 也能够呢 在1月份以后呢 就可以开始呢 有一个新的人生转运年 恭喜你 而且财运会广进 好 接下来鼠马的 鼠马的还是要跟你提示一下 你的动作会很快 而且呢 你是属于那种硬马当先的人 你是要当一个飞天马呢 还是要掰卡背 看你自己哦 也可能是掰卡背哦 要特别注意哦 所以呢 今年来讲的话呢 你看哦 第一个月呢 农历的第一个月呢 财星就落在哪里呢 落在老虎的位置 而且呢 你的迁移工 就是远方财很旺哦 因为呢 老鼠的位置 是本来跟你正充满 对不对 但是呢 今年财星落在老鼠啊 是不是对你来讲是非常利多呢 所以呢 远方财 海外财 都是你的财运哦 不要小看哦 所以呢 要勤劳一点 往海外跑也可以 往远方跑也可以 那如果你自己跑不动 就请别人帮你跑咯 好 那一月份也是你的财 那再接下来的话 我们看 农历三月也是你的财呢 在你的隔壁啊 在十的位置啊 然后农历四月呢 跟农历六月 你说你忘不忘 当然忘啊 为什么你只排第二名 因为财星没有落在你啊 在远方啦 比较远一点啦 你就要费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啦 不就 要八匹马力啦 好不好 八匹马力才够 马力要加强 就会越来越旺 越来越好 人际关系要处理好 因为2023年 是人际关系年 所以不要得罪人家 好 有时候呢 马的脾气是这样子 不爽 还会后踢两脚 但是你这个后踢两脚 不要踢得太大 你小踢一下就好了 好不好 不要把自己踢得 连自己跟头都摘了 特别小心喔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属羊的 好 最旺财的剩下 六合啊 六合在哪里 六合在那个老鼠 所以你的贵人很多很旺 男女贵人都会有 那旺到你会觉得 你本来就带财库啊 对不对 本来就带财库的人呢 就是小心理财的人 你要花大钱是比较难的 所以呢 要从你身旁拿到钱也很难 所以有很多人会说 你怎么那么小气 其实也不是小气 就是比较舍不得花钱而已 好 那属羊的带财库 那所以在2023年的上半年呢 既有贵人可以帮忙 也可能分到家产呢 哇那不得了啦 比如说你要买房子 爸爸妈妈就给你一笔钱 要买车子 也有人送你一笔钱 要买钻戒 老公没有自己买 开玩笑啦 不过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的运势是蛮旺的 因为隔壁班的 那个属马的真的旺 所以你在团队里面呢 应该是要把人和做得更好一点 不要老是高高在上 属马跟属羊的两个人 一个喜欢当皇帝 一个喜欢当皇后 这两个人经常都是 嗯 头抬的这么高 还侧氧45度 我跟你讲不要 今年千千万万要和蔼可亲 然后笑脸常开 你的运势就越来越旺 这样知道吗 好 常常帮人家比赞 不是自己很赞 是帮别人比赞 那你的运势就会更赞咯 好 那财心广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属猪的 好 属猪的呢 为什么你会旺财呢 猪宝宝有懒惰猪 懒惰猪就不是粉红猪了 好 粉红猪比较旺财 你要当山猪 好不好 就是你拼搏的力量要够 拼搏力量够的时候呢 你的财运就会极星高照 而且我告诉你 你要在你的 因为今年属猪的 在西北方绝对不能动土 因为你刚好在西北方的位置 所以你的办公桌 要移开西北方 好不好 办公桌上面呢 要有那个官帽 官印 赠宅 要不然的话呢 要有个那个皮修 或者聚宝盆来赠宅 对你来讲 会增加财富运 属猪的人呢 基本上今年特别要加强呢 聚财的能量 因为你可能喔 因为在士生地 那也想说 他一旦赚到钱就是 我等一下到欧洲 等一下到美国 等一下到加拿大 我哪里都想去玩 然后结果你赚来的钱都光光光 不可以喔 要不然的话 去逛百货公司 就当闪铃刷手 这个也喜欢 那个也喜欢 那个床垫 床垫也要换 换一千万的嘛 最近常常不是有人 在说那个床垫一千万 好啦 唉 这个是笑话啦 好 不过你有钱 当然可以花得起啦 所以呢 在整个年度里面 因为在这个上半年 我大概讲一下 你的迁移工有两个月 农历三月 还有农历的五月 那个属舌的位置 是两个财路心 你看你多旺 还有呢 另外呢 还有两个月喔 你旺不旺 你说你真的很旺 农历的二月跟三月 属兔的财路心 属兔虽然犯太岁 但是他有财路心 在兔的位置 刚好在你的四月宫里面 你说你当然旺 总共有四个月 一个两个月在迁移工 两个月呢 是在兔的位置 所以你财心旺不旺 当然旺啊 所以呢 恭喜属猪的朋友啦 给你拍拍手啦 加油一下咯 好不好 来接下来 去年应该也蛮不错的 今年更好了 好 那生肖小心破财的 属兔的 好 那你除了呢 二月三月 来农历的二月跟三月以外 你要特别 因为今年润二月 来我跟你讲 润二月 今年有润二月 好 那润二月的话呢 你除了农历二月的财心落在你以外喔 其他的都没有在你身上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 好不好 那 今年是润二月 所以呢 还有呢 因为润二月 你等于是有两个泰税喔 所以你上半个月如果赚钱 下半个月就是花钱 所以千万不要乱投资 千万不可乱投机 赌博的事情绝对不能碰 好不好 与人合作要非常谨慎 尤其是不熟识的人 借钱根本不能借 好 合作契约要小心 还有呢 收售支票要注意 签字要注意好不好 否则会出大事 不要想说 别人怎么赚钱这么容易 我为什么赚钱这么难 对 你今年上半年要特别小心 只有前面两个月还不错喔 所以呢 接下来要靠团队的力量 如果靠你自己的话 会离力量啦 另外的话呢 还有很多人会来找你麻烦 千万呢 如果做公务员的话 千万不要收受贿赂 会被抓包 而去打官司 要特别小心 所以属兔的朋友 今年犯太岁 要特别谨慎 不管你在哪个行业里面 都要小心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属猴的 属猴为什么要小心破财呢 来第一个呢 基本上呢 你是有汇到财心 但是呢 上半年呢 最重要的呢 第一个呢 你看看喔 除了那个一月份 一月份 农历的一月份跟那个 财心有落在属 属府的迁移工以外呢 你上半年 应该是都 如果上半 上半年应该是说 你在还 还掉去年所 背负的一些债务 所以呢 钱虽然进来呢 但是也要拿出去 就赚不了太多的钱 有赚钱 但要小心破财 这个破财就是 你前面如果累积债务的人呢 在今年呢 上半年 尤其是三四个月 前面今年又润二月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 而且呢 今年太岁属鸡 跟你有行客啊 所以呢 是什么 是你的父母共 就是你跟长官员 并不好 长官员并不好的时候 会是怎么样呢 比如说你在工作职场上面啊 本来应该升官的没有升官 该加薪的没加薪 这样你了解嘛 你的破财运是因为你可能自事甚高啦 或者不与人为善啦 或者在职场上面呢 经常跟你的长官阿久啦 这常常会触碰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 并不是真的会破很大的财 而是这些财 本来应该属于你的 并没有赚进来 只要小心好不好 那你的位置不要坐在西北方 东北西北 还有东方跟东南方 你尽量不要坐在这几个位置 那九宫阁里面 我都讲得很清楚好不好 所以属和的朋友要小心喔 好那接下来 属鸡的 属鸡的就更不用讲的今年犯太岁 而且呢兔子有两个月 那等于是把两个太岁呢 正充两个月 农历二月就正充两个月了 所以呢你从年初到农历六月 都要非常小心 都要非常小心 农历的一月到农历六月等于 到国历七八月了 对不对因为有润二月嘛 所以到国历八月了 你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喔 职场上面不要太多的 变动 然后呢小心被诈骗集团诈骗 或者不能贪力而失去你的本金 尤其是做那种什么业外的投资 根本什么什么斜杠投资 你不懂的投资 千万不能碰 我要告诉各位喔 2022年2023年都很多诈骗集团 所以你们尤其犯太岁的人 千万不要想要去搞东搞西 那搞来搞去呢就搞到自己的本金 这个可能连吃饭的钱都会被搞掉了 所以要特别谨慎喔 所以呢这个破财运呢也可能是什么车子插撞啦 车子坏掉啦 家里的什么东西又坏了啦 又要修缮啦 动不动呢就是跟人家吵架啦 然后又要赔人家一笔钱啦 这个要特别注意啦好不好 所以呢你今年呢火气不能太大 别人家闲事扫管 才不会有再破大财的机会 那如果说你想修缮房子的话呢 可能会找到不好的装修工人 或者装修工程师好不好 要特别谨慎 所以在今年呢尽量诸事不宜好不好 能够保守就尽量保守 比较不会破大财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鼠牛的 鼠牛的一半好一半坏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鼠牛的呢 第一个呢本命带财库 所以呢你也是算是比较小心理财的人 那财新落在老鼠的位置呢 跟你也是五合 那五合有个好处就是说 你的团队里面呢 有比较多的人可以帮助你 那也代表说你在上半年当中呢 财新也算是不错的 比去年要好很多 不过呢因为呢 在整个运势上面来看的话呢 还是有一些不好的心进入在你 有四五颗心不好哦 有四五颗心不好也代表说 会左右你的一些阻碍哦 阻碍你的计划啦 阻碍你的一些什么 可能本来已经躺好的案件 忽然间就中断了啊 或者呢已经躺好的价码又变更了 就有这种情况会发生哦 所以鼠牛的朋友呢 一半好一半坏哦 所以呢只要跟钱财上面有关的事情呢 就稍微谨慎一点哦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鼠狗的 鼠狗的呢 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因为呢 会到那个鼠马的偏充啦 那没有太差 没有太差 那至少鼠马的在农历的四月跟六月 都有财新加龄 所以呢你要一月份还在老虎 所以其实上半年你有三个月的财新加龄 也没有太差 所以有一半比较好 那兔子的月份有一个月 所以其实你上半年有四个月都有财哦 那只是都要靠别人的力量 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那本命的带财库呢 所以呢你大概在农历的二月份 一二月份要拿出一大笔钱出去 你累积了累积了很多的钱 但是一大笔钱 可能是买房子啦买土地啦 或者买汽车啦 可能就是你一大笔钱要出去 那没有关系 如果都属于自己的就没有关系 因为你不是借钱给人家 而是买土地啦买房子啦 这些都是跟你的本命有关系的 都今年因为你是属于财库嘛 所以呢没有关系好不好 所以属狗的在上半年其实 只是现金比较减少 而增加了什么房子啦或土地而已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属虎的 属虎今年呢 一月农历的一月还有呢 看一下 农历的一月呢 还有包括呢农历的 四月跟六月 这三个月都非常好 一四六月都非常好 有三个月都蛮不错 至少呢这三个月呢 不会清房不接 就说财运上面不会清房不接 也至少这三个月呢都能赚蛮多的钱 都能赚蛮多的钱 所以不会清房不接 那不会清房不接也代表说什么 运势还蛮好的哦 也代表说你的财星是只要努力的话呢 加薪有希望 然后呢bonus也有增加 那2023年呢其实呢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再多学习 多进修 那因为呢整个运势上面来看的话 胎因化科嘛 其实 我觉得现在女孩子耐力比较强啦 那男性朋友的话呢 如果你的耐力加强 耐性加强的话呢 我相信呢多多少少都可以 对你的帮助会很大 好 那属府的话 一耐三零震天下的话呢 就要加强你的耐力了 好 接下来属蛇的 属蛇的呢 来也是要靠别人的力量比较强 你有两个月 农历的三月 跟农历的五月 财星落在你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你的另外呢 陆存星 陆存星有两个月 也落在属马的 所以两个月要靠你自己 两个月要靠别人 那代表说 在你的父母宫 就是你的长官 或者是你的主管 所以呢你要配合度要高 在整个上半年来讲的话 你的配合度一定要高 跟你的主管 跟你的长官要多配合 多配合的话呢 就是多听年长人的意见 因为整个年度上来看的话呢 上半年对你来讲的话呢 其实有四个月的时间 可以赚到很多钱 那当然很不错啊 是不是 如果一个人 如果连一个月都赚不到钱 你想想看 那是不是很惨 但是能赚到钱 破点才是无所谓的 所以呢 在2023年呢 属蛇的朋友呢 有四个月的时间呢 两个月靠自己 两个月靠你的团队 好不好 那如果你有新的团队 要小心哦 因为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应该这样讲 新的团队因为是贪婪化剂 所以你可能看不清楚 对方的意图 就是说 因为他可能是新的合作人 合作的partner 那合作的partner 你可能不太了解他的意图 不是像以前旧的partner 这个通电话就知道说 他要下订单 那订单要多少 然后呢 他会不会跑路啊 或者骗财啊对不对 你就很清楚嘛 但是旧的订单也要小心哦 因为旧订单也要 怕就说 他一下子忽然间下很多订单 这种你要非常注意 好 这些生肖呢 其实都没有很差 好 我最后要提示大家 犯太岁的生肖 属兔的 属鸡的 属老鼠跟属马的 属龙的 这五个生肖 都要特别谨慎 如果有人加码太多的订单 你就要谨慎一点 人际关系处理好的话呢 问题就不多 好不好 所以呢 其实呢 你看哦 本来呢 几个生肖有财库呢 属牛的本命就有带财库 属龙的有带财库 属羊的有带财库 还有呢 属狗的 这四个生肖有带财库 那最会花钱的是哪四个呢 就是呢 那桃花命的 属兔的 属马的 属鸡的 还有一个呢 属老鼠的 这四个生肖最会花钱 想到就要在美容一下 打扮一下 买个漂亮的东西一下 这四个生肖最会花钱 那也喜欢去投资 所以呢 请你们要特别小心 那另外四个生肖呢 就喜欢呢 有点钱呢 就到处去旅游啦 都是花大钱 好 所以呢 你们的钱要怎么花 那开心就好 只是呢 要记得 2023年的财运呢 还是呢 要有 不要饮 这个 饱吃成粮啦 好不好 还是要点守财 好不好 谢谢大家啰 不要忘记帮海洋老师 按赞分享 开启订阅按下小铃铛 喜欢我的布景的朋友呢 帮我按赞一下 然后或者帮我加一 谢谢你们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